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好 首先看到中美贸易协议在签署之后 市场是非常关注文本协议的一个细节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 您认为这份协议对于未来中美两国的市场将带来怎样的变化 多方面的市场因为看到这个文本协议涵盖的面与比较多 而且您觉得在影响上都会有哪一些重大的变化呢 首先我们谈一谈刚才您讲到的其中一个现象 就是说市场很关注其中的细节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第一个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初级的协议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协议 其实很多具体的细节讲的面词都是非常笼统和模糊的 那么为什么市场帮过来会关注这个细节呢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在中国这个细节并没有被公布的非常透彻 那么所以很多中国的投资者 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投资者 希望说去研究研究这个细节 看到说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可以套利的机会 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那实际上在美国这方面 我觉得当然更加关注的是说 美国在这个协议中具体得到了什么样的利益 以及说将来中国保证这个协议的执行 以及第二阶段的协议来讲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关注点有点不一样 但从总体来讲了 签订这个协议肯定是有胜与无 这是一个还是对市场非常提振的一个好消息 那么以前我们讲过说中美终于能重新坐下来 谈到说互赢互惠 互通合作 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 那么从中国这个刘鹤讲的话来讲 这个是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全世界的 那么我们可以就顺着这个简单讲一下 对中国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出来的GDP 也是6%预期的 其实中国的经济是在一直放缓 但是现在中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信息问题 大家对中国经济这个放缓 能不能平稳下来 你将来长期的发展 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健康的发展 这里面现在的信息是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的 那么中美签订这个贸易协议之后 对这个信息方面是得到很大的批证 第二个中国签订这个协议之后 美国没有再继续增加额外的关税 那这也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技术 那可能就是说 中国有更多的时间来把自己内部的这个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这些地方做得更好 那么因为中国也是强调说 其实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是当成工作的核心 那这个对中国来讲达到了它的战略目的 那美国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实际上 最终美国是对中国的产品 还是增加了一些关税 那么在关税收入方面 是取得了一些真金白银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还是很注重钱 真的是拿到了钱 第二个就是美国这个关税 又没有说加到说 让国内的消费者受到影响 所以美国也是达到一个非常影响的效果 此外中国有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 那这个协议不仅说对中国有一定的约束力 将来的话这个协议对美国 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也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加茂的这个协议 国会也已经通过了 也有代总统签署通过 那么之前美国和韩国 美国和日本也都有几个协议在谈 就准备签 那这样的话 跟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签议这个协议之后 对所有的其他国家也都有个示范这个作用 那对美国来讲的话 可能能在世界贸易上取得更多的优势 那么对世界来讲的话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 美国一直在走这个围头路 不愿意搞全球贸易 四处搞贸易战和关税壁垒 那么现在通过这个中美之间 能继续还是达到一个互惠互赢的这样一个态势 谈定一个协议来讲的话 世界经济的发展 反而似乎现在看来有没有说那么多的困难 可以说尤其是中美两国互相的彻底 就是说越来越斗的激烈的这样一个尾部风险 现在也基本排除 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说 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经济都有很大的好处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这个美股也是跌创新高 那么作为科技企业的巨头之一 我们看到谷歌市值也是突破了万亿 所以想请问一下 您觉得这个美股未来的表现会是怎样的 这个科技股还能不能强者横强 另外投资者没有该做怎样的部署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呢 在去年实际上做了一个加速的上涨 那进到2020年之后呢 上涨的这个速度有加速的迹象 那谷歌呢 现在是作为第四家企业呢 加入了这个万亿美元俱乐部 之前我们知道有这个苹果 微软和亚马逊呢 都已经加入了万亿美元俱乐部 那么这些股票的估值水平呢 现在看来呢是完全是并不低的 现在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话 批适应率在18.8 经常也出在一个历史的高位 包括这个如果是我们看这个适应率和增长率的 比值了1.8的这个派的很多企业来讲的话 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那但是呢这个市场呢 从现在来讲的话 看到了可能都是一些正面的消息 虽然说有这个分析师和基金经理 至于说谷歌这个 就这么高的一个使用率 是不是能 谷歌的使用率在28.8倍 比这个到500还要高很多 那大家在这样一个万亿美元时期的计算 还能不能保持这样一个增长 大家是持有这个疑虑 但实际上呢 这些股票的这个优秀表现 造成说基金经理和投资者 都不会说马上减持这些科技股 那这些科技股的强势呢 在短期内看来呢 现在是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 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这个亚马逊通过万亿美元之后呢 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快的下跌 下跌了7% 而标准普尔呢 但之后其实继续保持上涨 上涨了大概10% 是严重的这个低于市场的表现 但随即呢 其实亚马逊很快又回来了 我们认为科技股的这些表现呢 主要得罪于三方面的因素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 这个科技股突破万亿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央行实际上 是一直采用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造成说现在这个钱呢 其实是在这个优质的资产里面的话 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泡沫 优质资产的价值呢 现在是越来越高 这个钱的动辄是以千亿万亿来衡量 堪比我们之前讲过 美国的债务都是23万亿 或全球的债务250几万亿 这个数字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第二个的话 我们也看到科技企业呢 确实通过科技的这个技术呢 就现在大幅领先于自己的竞争对手 他们很容易造成一种 就是成本很跌业的情况下 取得巨大的规模效应 巨大的这个用户群体 就是这个竞争优势呢 现在是越来越难 被其他中小企业来取代 所以说我们看到 科技寡头的这个势力范围 或者说盈利规律越来越大 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其实科技企业背后 实际上有政府的支持 我们认为这三方面的话 是要有科技巨头的这个 现在这样一个现象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想请您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就是您觉得在未来 尤其说到科技 5G市场今年就要实现商用 上海也要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 您觉得还有哪些重大技术 值得期待呢 它的突破方面 其实最值得期待的 就是我们讲过的 就是航天航空这个技术 我们知道昨天 昨天美国的内华纳州一家公司 是发布了上推出的 一个超音速的客机 这个客机的速度 是现在客机的两倍 首先是突破的音速 解决了之前我们讲过 超音速飞行时候 有这个音爆的问题 那么这个的话 如果一旦投入商业时 会大幅提高我们飞行的速度 此外我们知道 Ellen Musk的SpaceX 也将推出这个叫StarShip 要马上登陆太空 进行太空旅行 那么美国和中国 国家层面也都提出了 从同款列球和登陆火星的计划 我们认为这个航空航天技术 会是未来5年10年的一个 巨大的舞台 会有很多新的科技企业走上去 好的 非常感谢 今天Michael带来的精彩解读 谢谢你